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语音绕梁 战国时期,韩国有个著名的女歌唱家叫韩娥 她不单擅长,而且长得漂亮 她的歌声感情真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能使人听后欣喜若狂,火悲痛欲绝 能叫人忘掉一切 一年,韩娥到奇果班时,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 多次遇到风雨袭击,耽误了较长时间 当她来到奇果都城林姿时,所带的钱和食物全都用光了 她不得不依靠唱歌来维持生活 一天,她来到繁华的街口,放开喉咙歌唱 街上的人听到歌声后,都放下工作跑过来 将她围得水泄不通 她那柔润的音韵,婉转的歌声,唱得出神入化 她到人家厅堂去唱,更博得接连不断的喝彩声 韩娥走了以后,大家都觉得她的歌声似在乌梁上毁荡着 经过三天三夜,还能听到余音,都以为韩娥仍在歌唱 一次,韩娥在旅店投诉 店老板认为她是个卖唱的,看不起她,侮辱了她 韩娥气得哭起来 哭着哭着,情不自禁地拉长了声调,唱起歌来 以悲愤的歌声诉说着心酸的生活和痛苦的遭遇 歌声很快飞向四方 乡里的男女老幼听到歌声,都跟着哭起来 难过的三天吃不下饭 于是,人们又急忙把韩娥接出来 请她吃饭,留她住宿 韩娥面对乡里人的款待,激动地放声歌唱 那欢乐的歌声,是相聚一里路的人听到后,也都立即转忧为喜 个个伴着歌声高兴地跳起舞来 几天前的忧愁悲痛,刹那烟消云散了 韩娥临行前,乡里人送给她很多礼物 有的送钱,有的送食物和衣服等 恋恋不舍地送她上路 人们根据这个传说,将语音绕梁引申为成语 用来形容优美的歌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令人久久不能忘怀